一年一度的NBA中国赛的第一场比赛 就要在上海打响了 这次呢是两支从未来过中国的球队碰面 达拉斯独行侠和费城七六人队 诺维茨基 恩彼得 本西蒙斯 每年的中国赛都不缺乏球星 而丁院宇航的加入 让今年的中国赛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尽管因为伤病的问题 丁院宇航在本场比赛并不会登场 但是我们依然非常期待中国赛 中国定 飞机上累吗 坐专心来吗 累呀 头不累呀 膝盖疼吗 专机也是飞机啊 也得十几秒十大 膝盖疼吗 疼 多疼啊 一到十 六七 那你坐着吧还是 行 七发型挺精神 可能代表的队伍不同吧 因为之前要么代表国家队 要么代表山中队 这次可能是能代表小牛队来这儿 来独行侠队来到上海 就是另外一种身份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吧 今年的NBA中国赛 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了丁院宇航 虽然西商没有痊愈 但是作为独行侠队的一员 小丁还是参加了球队的各种活动 我能代表中国 来到 就带他们来到中国 就是感觉不一样吧 一方面是自豪 一方面就是 也是有很大的动力 很 有多么多人支持 对 对 加油 那边有球迷会 啊 好 我明天那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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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廷 可以嗎 可以 可以開一套嗎 可以 可以開一套嗎 有些米粗米一塊拍了 拍了 可以開一套嗎 喝個飲吧 這可以嗎 你用他了吧 你用他給我錢的 不讓你拿 我來拿吧 好 好 小廷咱們山中的冠軍那種技 雖然類似沒奪冠 加油 加油 我想我想喝 小廷 小廷 我想喝 我想喝 小廷還有一些 我想喝 小廷也是最棒 你一定要留在美國 幫我拿一下 不要回來 留在那邊啊 加油 小廷儘量滿足這球迷們 提出的每一個需求 但是回到酒店後 他卻更願意坐在地上 因為膝蓋太疼了 從他給我們看的視頻中 我們才得知 來上海之前 球隊隊一剛剛給他注射了止騰針 那就是一天一練嘛 然後一般都是早上七點半 開始起床 部隊七點半出門 八點鐘到球館 然後康復 電力量 然後 咚咚咚咚咚 能對到這一點 差不多 下午呢 下午休息 對 就是比較自由嘛 就是所有時間都會自己去安排 就是訓練啊 包括吃飯啊 包括活動 都會自己開車去 對 但是不能吃到 吃到要發錢的 吃飯呢 吃飯也是自己吃 吃飯一般自己吃 吃得慣了嗎 還好 那邊還有挺多中餐館的 就覺得達拉斯還挺親切的 因為 之前可能跟球隊 包括工作人員 包括教練 隊役 包括球員都比較熟嘛 所以這次去就是 也有一種 就回去的感覺 對 因為意義水平還是有限嘛 所以也是一直在學 一直去嘗試 肯定會有問題 但是 就比去年好太多了 比賽前一天 丁燕宇航和球隊 一起參加了球迷見面會 作為東道主 受到歡迎自是不必說了 而不管是教練 隊友 還是對手 都少不了 要給小英 提點建議和鼓勵 畢竟 對於NBA 丁燕宇航 還沒有參加一場正式比賽 因為如果他從三個打擊 人們會出現 他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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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友 委員 對 他會出現 展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比较努力 他比较好 他比较好 他比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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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关于都很好 对 而且这帮球员对我也很好 对我也比较照顾 无论说是回到中国 还有在国外的话 对 小丁在球迷日的最后一项活动 是和球队一起参加NBA关怀行动 让每一个孩子在篮球中 感受到快乐的同时 丁燕宇航也感受着难得的快乐 而尽快恢复 留在球队 争取上场机会 则是他在即将开始的NBA新赛季 最需要做的 我们首先要让他健康 然后让他健康 然后让他健康 但他健康 不太多 首先很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吧 你说无论我在国内 或者在国外 都有这么多球迷去关心 就对于我来说 正好现在也是处于伤病期间嘛 所以他们的鼓励 他们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每年的中国赛 中国球迷对于篮球的热情 总是能够感动这些NBA的球员们 而十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的诺维茨基 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会有这么多的支持者 而第一次来中国的恩彼得呢 则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来 我去给他接机了 然后 我觉得他人 我们超好的 我们诺维茨基的粉丝可以说买赞而归 我就觉得小球队就是非常nice 就是那个司机就是 贵球迷就是让人就是很动容 就是他会就是给每个球迷签名 然后就是一定是每个人都签到 就是而且非常耐心 就是感觉就是司机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诺维茨基怎么也没有想到 从08年北京奥运会十年过去了 他还能这么受欢迎 所以他要尽量满足每一个球迷的需要 不只是诺维茨基 很多球员都说短短几天 他们就爱上了上海 爱上了中国 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你看到我吗 我来到 Wakanda Afrika 那是我的兄弟 阿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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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众多中国媒体 七六人对主力中锋恩彼得 说他想在中国赛期间 多尝尝中国美食 希望每年都来中国 in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try I got to try since I'm in China I have to try 这次他们都展示了我很多支持 在菲尔利 像我说在中国 我已经有一个名字 没有来到这里 诺维茨基则表示 由于有了丁燕宇航这个中国队友 他要多学习中文 争取多打几年 有机会和球队再来中国 除了尼哈尔 其他人都很厉害 很难学习 曼文化的语言 但可能我们来说 几个多天 可能我会变得更多的语言 我现在40岁 我认为你的身体 就不会反应到20岁 所以我必须要保持 我必须要慢慢地 然后希望再来到那里 相信我们这些热情的球迷 悠久的历史 还有众多的美食 一定会让这些NBA的球星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此时此刻 他们准备的怎么样呢 让我们抓紧时间 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张大璐 听一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 大陆 作为一名外线球员的话 在想在NBA这个发展 或者站住脚 最需要做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的态度吧 因为像我这种身高的 包括这种身体素质的 放在美国来说的话 并不是多么出众 所以更多的是需要靠 自己的一些努力 和在场上的一些积极性 去弥补吧 所以我觉得是态度 好 小丁加油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